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坎坎 后期制作 千学 第979集 赵小小与丈夫人刚离开 一名兄弟跑了进来 少当家的 有来信是给九二小姐的信 给我的信 凤九儿听闻 立即走了过去 兄弟微微弯腰 双手递过手中的信间 凤九儿接过信 回到自己位置坐下 才将信间打开 赵玉生摆了摆手 兄弟转身离开 为里面的人关上了门 九儿 是谁的来信啊 小樱桃凑过去问道 凤九儿将信中的内容 浏览了一遍 浅淡了一口气 神色有几分沉重 怎么了 借一问 九儿 究竟怎么回事啊 是九王爷的信 赵玉生也一脸着急地 来到了凤九儿身后 是玉京风 凤九儿合上信间 握在掌心 他说 他正在护送我爹爹过来 知道我在赵家寨 让我跟你的人打声招呼 玉京风送爷王爷过来 为何 赵玉生轻醋了醋眉 凤九儿站起 回头看着赵玉生 从赵家寨西北方的黑潭出发 是不是能到一个 叫千古洲的国家 千古洲 对上凤九儿的目光 赵玉生连了脸神 才点点头 我确实 听说过这个国家 听说 那里四面 都是被黑潭 环绕的一个小国 因离其他国距离太远 从来没有别国 会打他的主意 传说 千古洲 国泰民安 百姓过着 自由自在的生活 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听说 你没去过吗 未曾 根据书籍记载 从黑潭出发 去千古洲 比去凤城 还要远一半以上的距离 距离太远了 我还没有尝试去 玉京风的意思是 要带叶王爷去千古洲 凤九儿浅叹了一口气 转身再次落座 该是我爹爹 自己的意思 战事虽然暂时平定 说不准什么时候 又要开战 恐怕是爹爹 不想拖累我 才想着要离开 凤九儿有些后悔 将自己的爹爹 托付给人 哪怕对方是九王爷 不是说九王爷 会对爹爹不好 但他这么做 就等同于 弃了自己的亲爹 于不顾了 叶王爷要离开 也未曾不是一件好事 似乎看出了凤九儿的心思 剑一轻声说道 等有朝一日 他的势力足够强大 再去接叶王爷 他肯定会乐意回来的 侧头对上剑一的目光 凤九儿深吸了一口气 点点头 既然是九皇叔的安排 我爹爹 一定能安全地 到达千古州 待我有能力之日 我一定会去接他回来的 本想着 要亲自出去迎接凤梨 凤九儿 还是改变了主意 既然明日便要离开 今晚的治疗 不可落下 走 我给你做治疗去 丢下一句话 凤九儿站起 举步离开 剑一看着他 小小的背影 轻醋了醋眉 也站了起来 赵兄 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 无妨 我会安排好他 第二天天一亮 凤九儿便驾着追悦 出门去迎接凤梨 赵玉生和小樱桃 骑马紧随其后 翻越两座大山越过石林 前面终于出现了那张 让自己思念了一整晚的脸 爹 凤九儿抿了抿唇 低换了声 驾着追悦迎了上去 再次相见 就像是过了半个世纪这么长 此刻的凤九儿 如同一个出门经过很多磨炼 终于能回家看看的孩子 在离凤梨不远的地方 凤九儿轻身一跃 从半空飞过 落在凤梨身后的马背上 爹 他紧紧抱着凤梨 将脑袋埋在他的背门上 为何要离开 九儿会舍不得你的 唯有在凤梨面前 凤九儿才能像个小孩一般 耍耍脾气 撒撒娇 今日一别 凤九儿也不知道 他们妇女要什么时候 才能相见 现在的她 只能好好地抱着她 再好好抱一会儿 凤九儿的速度很快 凤梨都几乎没有看清楚 小丫头的脸 她已经落在了自己身后 高大俊美的男子 坐在马背上 姜楞了下 才放开了姜绳 牵上了抱着自己的一双小手 感受到了凤梨的气息变了 凤九儿努了努唇 抬眸看着她的脑后勺 爹 我要与你同坐一匹马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呢 丢下一句话 凤九儿再次将脑袋 埋在凤梨的背上 她的不舍 只会让她更难受 她才不要看见 自己爹爹难受呢 凤梨一只掌放开了她的小手 在她的手背上轻轻拍了下 有何问题啊 我女儿又不沉 我当然不沉 我可是标准身材好不好 凤九儿翻了翻白眼 轻声说道 眼看气氛 放轻松了下来 玉京风驾着马 来到凤梨和凤九儿身边 九儿小姐 别来无恙啊 凤九儿侧头扫了玉京风一眼 我当然无恙 只是不知道 你们怎么虐待我爹爹而已 虐待 玉京风看着她 轻皱了皱眉 我 我怎么会虐待叶王爷呢 九儿小姐 请明察呀 怎么明察呀 哼 我爹爹摘心人后 哪怕是受了委屈 也不会说的 都是你们对她不好 她才要离开 什么时候听说过 好吃好住 还喊着要离开的 一定是你们对她不好 凤九儿的指控 不仅是玉京风 就连其他的兄弟 都吓得脸都轻了 一直以来 都是这些兄弟 在照顾凤梨 现在九儿小姐说 叶王爷的离开 是因为受欺负了 兄弟们 怎么可能不怕呢 别说大家 从来不会做 这种事情 对九儿小姐的亲爹 他们更是连想 都不敢想啊 谁不知道 王爷对九儿小姐 有多宠溺 若是叶王爷 有半点委屈 他们很可能 就提头来见了 九儿小姐 咱没有啊 对啊九儿小姐 我们没有让 叶王爷受委屈 请明察 在千军万马前面 都不皱一下 眉头的兄弟 此刻 着急的五官 都扭曲到一块了 骑在马背上的 一个蒸蒸铁汉 几乎同时 转移视线 一脸可怜兮兮的 看着凤梨 要不是凤九儿 刚才一句 我爹爹宅心人后 受了委屈也不会说 大家指不定 已经开口 向凤梨求助了 可惜现在不敢呢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适当中的